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這個節目 今集我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Photoshop 的技巧 今集的示範比較簡單 想把照片裏的某個物件變成一個發光的物體 首先看看今天的示範照片 現在看到這張是原相 想把手上的心變成一個發光 完成後就是這個效果 看到這張照片我會做暗一點 再把紅色的心增加光亮 變成一個發光的效果 今天這個照片放在網上 大致在影片下的說明文字中 找到這個素材下載 大家下載之外 可以和我一起去做 現在回到 Photoshop 打開這張照片 做得很簡單 雖然圖層比較多 但只用一個技巧 如何可以透過這一個技巧 令照片裏的心變成發光 首先我想把這個圖層複製多一個 在這裏我按著這個圖層 按鍵盤Ctrl J 現在就有一個相同圖層 在未做上面的圖層之前 我想把這個底圖層調暗 首先我先把這個圖層關掉 去到底圖層 調暗很簡單 在下面這個位置我打開它 我們選擇亮度和對比 然後把亮度推暗 大約推到八十左右 就差不多了 看到那張照片 一手就暗了 看看那張照片的需要 如果有時 再暗一點也不一定 除了我們用亮度對比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曝光度 如果你發現這個亮度做出來的效果不漂亮 也可以用曝光度做多一點不同的效果 然後開圖層 看到這屋圖圓圓圓是比較乾的 然後要做的時候 勾選了這個心 做一個去底的動作 在去底的動作來說 我現在用的是2020的Photoshop版本 它有一個簡單的做法 我先做這個簡單的做法 我可以在這裏打開這個選取 我選擇第一個 一個物件選取工具 這個工具只是在Photoshop 2020才會有 按下去了 看看我們選擇的形狀 現在是矩形來的 我自己圍著這個心 我圍著它 它就會自動暑掉這個心 比起我用人手選 有時就快了很多 接著很快就選了這個心 圍著邊緣 這個就比較快的方法 如果你是用這裏的舊版本 我會用傳統方法 我最後還完了 我們打開這個選取工具 我們選這個叫快速選取工具 第一件事我先選加 接著我們看看畫筆大小 拉高一點 大約是50至60之間 接著就在這裏點下去 看到圍著一個心 出錯效果跟剛才我用的選取效果差不多 但新版本Flowshop 選出來 就比較漂亮 如果這裏有些瑕疵 我們可以按多一下 圍著邊緣比較漂亮 有些地方多了 不要緊 我們按一下減 按一下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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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可以完全圍著一個心 我覺得剛才用新版本的 會比較漂亮 用新版本再做一次 如果我想取消這個選取 我需要按按鍵盤上的Ctrl D 刪除它 用回新版本的選取方法 選完之後 我們再去回這個圖層 最重要是 我們在這個圖層新的 做的 按下遮色片 按下去 看到它就選了一個心出來 而心的顏色沒有變 看到手掌明顯是暗 因為最主要就是選了一個心出來 而想清楚一點 我可以關掉下面的圖層 看到心做了一個去底效果 完成這部分 我需要把遮色片刪除 按著這個遮色片 在這個位置 威脅 我們選擇這個套用圖層遮色片 看到它就不見了那個遮色片 而在旁邊就變成一個透明的 再關上一次 看到心的旁邊是透明的 開玩笑 同樣我卡住圖層1 我們可以按鍵盤 Ctrl J 或者可以在這裏拉下來 拉到這個位置 加號那裏 那就多到圖層了 接著上張圖層就威脅 我們選擇這個 轉為這個智慧液物件 轉為這個智慧液物件 有什麼好處的話 就是當我做一些蒙狐效果 做完之後 如果我不滿意的話 我可以隨時做修改 接著我們在這個 濾鏡裏面 我們選擇蒙狐 選擇這個高斯蒙狐 我選擇蒙狐 第一個我選擇 我選擇蒙狐 看到有少少蒙了 我確定 看到現在的心已經蒙了 但蒙了出來效果就不漂亮 那我怎麼做呢 我們在這個位置 正常地打開它 我們選擇 覆蓋 明顯現在的心好像已經乾了 但我覺得還未夠 所以我想再複製一次 同樣按著這套層 可以按鍵盤 Ctrl J 或者可以拉下來 之後複製多一套層之後 你會看到 心又乾了一些 今次我想改改蒙狐效果 因為我用智慧營物件 我隨時可以修改 我只要再按公司蒙狐 在這個新塗層裏面 我將這個蒙狐的強度 改為50 看到是再蒙了一些 確定 出來的效果有少少不同 那完成之後 我想再做第三個塗層 同樣拉下來 第三個呢 再卡下去 這次呢 改100 看到現在呢 它要再光一點 但是看到 發覺它的光線 這個位置呢 是紅色的 我將它呢 變成黃色的光線 在這套層裏面 我按住 打開這個位置 我選擇這個色相和飽和道 之後呢 在這裏呢 嘗試一下 把色相改變 拉過來 發覺這張照片很誇張 因為現在的色相 改變了整張照片 但是呢 我只想把這個色相 只影響下面這個塗層 所以我要按住 鍵盤的Altronic 這張照片 在這兩個塗層中間 你看到這個模式的樣表不一樣 在這位置按一次 畫面又不一樣了 因為它只影響了100%模糊效果的塗層 在這裏我再拉 這位置比較漂亮 這裏效果就不漂亮 光線就像紫色一樣 我拉在這裏 大約是70左右 又看到它帶了少許黃色的光雲 基本上去到現在都差不多 但我發現現在的深度比較模糊 所以我再增加多一個塗層 我選擇下面的塗層 我拉下來 再增加多一個 之後把塗層推上去 看到它在這裏掉了 我再一次在色上塗層下面 再按一次 正常回 而把上面剛剛新增的塗層 關掉這個效果 關掉 之後 現在它是覆蓋的 我將它改變 我將它變為 變亮 現在看到的深度更漂亮 但仍然好像不太好 我們在這裏 把我的透明度 大約推到中間 50%左右 出來的效果更漂亮 看到整個照片 我的深度好像發光 如果想看清楚 變化很簡單 我只要按著第一個塗層 拉到下面 按著鍵盤 按著這個塗層 按著這個塗層 我將它變成一個資料夾 裝著 它出現了一個群組1 我只要把群組關掉 按下去 變成圓相 這張是較暗的照片 打開它 看到它的深度 光亮了 旁邊有些光雲出來 今集到這裏 完成了這個練習 今集的發光效果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